第一次展展开始选拔了 五位测展人 每人有十张邀请卡 共五十个名额 好紧张 送上我的邀请卡 给你说邀请 邀请你来到我的展位 我也发一张邀请卡给你 你在干什么 我发现了你在干什么 这将是您这辈子做过 最正确的决定 我会发出超过一百的力量 您是值得的 请相信 这是我手上最后一张 我写中文的决定 因为我想做我土生土长的东西 它的原作在Boston 两百倍的大 自从我叫陈十三之后 十年 我没有再改过台 我没有再失去过任何一场战斗 陈十三等于中文涂鸦 所以他已经变涂鸦界里面的 等于是King 您愿意留下我吗 可是我已经没有了 很高兴遇见你 我愿意替奶奶 我愿意替奶奶 表现 奶奶没漂亮 我还带着往下怎么办 没卡了 那场人物还没有人去问过 字啊 人给牛身 了解一下吗 我再转转啊 好 谢谢老师 好 好 好 没有一个艺术家 不希望被人看到自己的作品 跟拍卖一样 没有聊到就留拍了 这里是纯响酸奶冠名播出的绘画少年的天空 纯响无添加 自然更好喝 绘画少年的天空 每周五22点 无难卫视 芒果TV双平台读播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芒果TV 会员尊详 绘画少年营业中 会员plus版等超多衍生节目 甄选的青年画家有 彩莫凡 27岁 举办各展三次 作品曾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展 拼入为罗忠利奖学金 本场作品 闹天宫 莫里嘉 学习绘画20年 举办各展三次 现为荣宝斋最年轻的前院艺术家 本场作品 赵庆 施古林 毕业于法国勒芒高等美术学院 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本场作品 他在丛中笑 善浩翔 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学习绘画16年 本场作品 三千 慕林彤 玉兰堂签约艺术家 学习绘画24年 举办各展五次 本场作品 希望 公序 风潮当代艺术中心签约艺术家 学习绘画30年 举办六次各展 本场作品 人中之龙土 王冬旭 第一个开门 我们现在又要那个压一下了是吗 我觉得会是莫凡 那肯定是 杰莫凡 我觉得是大画 对 肯定越大画 第一个拿 莫凡这张画 事与冲击力太强了 他在油画这里边还是很特别的 对 其实大画特别难画 就是他考验的不仅是你的一个技术 而且是 考验的是一个画家 就是你的整个功力 嗯 不是所有人都能驾驭出这么大的画 整体的协调能力要很强 对 但他可以做到 我觉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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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肆了 放肆 甄选开始 那个好猛啊 那个 对啊 然后 第一眼一定是那个 还是得拔 要是我跟你 我发现咋俩选画标准有点像 对啊 经常撞 对 怎么办呢 怎么办 那院长就代表很专业的那个角度 那彬彬姐呢 我就是要表素雅的 素雅的 我是一心想要顾全各种类整 就是各种类种都要有代表 哦 多样化 多样化 对 对 那咋俩是不是非常土 咋俩的选标准好像就是大 就是大 很重要 学校选抢镜头的那种 哎 很喜欢 但是我发现这些画呀 就是我们看这个跟那个看食物 完全是两回事 对对对 在这上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对 所以我们看看 我们有什么碰撞吧 好不好 请画家上场 欢迎出发 欢迎出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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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我一下 莫老师加油 莫老师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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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策略人我们就 好 请挑选吧 纯享孙奈 绘画少年的天空 甄选继续 来吧朋友们 走吧 我们抢椅子吗 是这样吗 好吗 辛苦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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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会去看那幅剧作 必须看看这个食物 哎 哇你狗真卖像最大的那一家 一起看 不不不你 您先来 我觉得它 很好 我始终对那个 一幅画的那个尺寸的那种震撼 是有一种很直白的喜欢的 所以哇那么大的一幅作品 怎么能放过它 张老师好 真哪 哇 哇 好快 战队 瞧一瞧看一看 没事过来坐坐 李老师 啥呀 等你别别解释 我看看 我先看看 我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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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觉得老师站着我 别别别别 你坐你坐你坐 因为我 你也坐你也坐 我再溜达 你坐 我再溜达 我一会再跟你解释吧 反正我还是想选一些 那个我们想风格统一一点 我们还没有这个 这个还是比较 这也不算是传统版话了吧 这还是比较 算怎么不算呢 这有点有点太个性了 可能对我呢 我再看一眼 我前面那还没看 没事慢慢看 嗯 好 谢谢 好紧张呀 虽然不是我们的 但是 看着都很紧张 真的比靠美元残酷多了 这个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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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这好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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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太害羞了 因为我已经没有掌位了 我都不敢看你们 说这些 老师能看出那几个人 奶奶过来了 你答应老师会坐哪里呢 甄选正式开始 我先坐下 谢谢 你这个名字是你自己改的吗 不是 这是我父母给我起的 我叫翟莫凡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 绘画艺术学院 历史与主题性绘画工作室 现在的绘画主要以 传统的油画创作为主 那你有没有去过展 去过几次 我个人的各展有三次 两次各展一次双各展 所以是三次 大型一点的群展有20到30次左右 你今年是27岁吗 27岁 已经有展过不少了 那你这个作品确实 我个人很喜欢 谢谢张老师 谢谢张老师 这幅画可能是本次的最大一张吧 应该是 这张画的尺寸是这样的 它有3米75 乘2米50 我这张画是以这个 我们中国传统的神话西游记里 孙悟空 孙悟空大闹天宫的这么一个典故 来进行的再度创作 那以这种中西交融的方式阐述了我们整个一个当下的情况 我把它进行了再度的创作 它更像是一个当代版的闹天宫 那猴子在中间可能像一个蓬勃的心脏 一直在跳动 溃探这个世界的神奇 他很讲究 就是说用这个中心式的构图 他就要一下子把观众拉到他的画里边 而且他用 他佛字的那个寓意 其实就是说 东西方他是不分这个人种 对 追溯到源头他都是一只佛字 对 是 他有在有意消解这个文化 文明之间的这种对方关系 嗯 那所以上面有一个宇宙的 对 我看到 嗯 那个上面是寓意是什么 张老师可以我们 离远看一点点 对 离远看一点点 其实我整张画是根据一个整个的人体来画 张老师看上面其实更像是脑 因为我们中国古人讲 心源易马 嗯 就是说心像猴子一样 然后思想像马一样 嗯 那所以上面是脑意识 那四周是我们的肢体 心脏其实带动了我们的肢体 对 那我们才能有这个无限的活力 可是我很喜欢油画 这些部分我都觉得很好 因为我喜欢那种有 激励 粗感的东西 嗯 这里就比较平滑一点啊 嗯 为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油画的 我们说叫 造 方法 嗯 就是它几层颜料叠加在一起 就一层加一层 一层加一层 让颜色可以变得更丰富 嗯 那这个地方可能因为人比较 比较多 嗯 那所以说用这种方式 但是这个地方 我们说 肥盖瘦 就是说用很多的油去盖这些 有激励的地方 嗯 那更有质感 像天空啊云 所以它有不同的层次 是是是 就比如说莫奈梵高 它的层次就很强 明白 很出色你这个花 谢谢张老师 嗯 对很多东西在里面 可可是也有焦点 这个是我觉得他厉害之处 谢谢张老师 对 我很欣赏你这个 哇 也很欣赏你这个人 如果在拍卖的地方 看见这幅画 我也会举手 哦 嗯 好 非常好 来 吃 我这个邀请卡不给你都不行 哦 知道 太喜欢 你聊直冲 你聊直冲 我说的是莫凡吧 哦 你猜对 好 谢谢 其实那个画作不需要太过分的解读 你也觉得哇他包罗万有 好多风格在里面 所以我很喜欢 宅莫凡也是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艺术家 好多风格在里面 我刚刚本来想冲过来 哦 结果我还是来晚了 哈哈 好 但不怕晚 我觉得这是一幅史诗性的绘画 哦 在今天啊画这一类画种是已经很少人了 第一他要花很多的精神去做研究 历史的论证 然后第二点 我可以看得出来花了很多的心力 完成这么大的一件作品 谢谢 因为我看到在这个作品里面啊 似乎看到了拉斐尔的影子 我看到你把自己藏在画里 我看到你把自己藏在画里 嗯 是这样的 因为以前画这个油画的时候 像拉斐尔他们那个年代 要不是模特不够用 要么是他把自己画在里面有寓意 他想代表某一个群体 那我把自己画在里面也想表达一下 是这个吗 是的 是你自己 是的 那在这个细节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中国的神话故事 可是他的形式是融合西方的形式 对 所以我想好奇的就是说 这会不会是你持续前进的一种 跨文化的 跨文学的 嗯 这种整合型的创作 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叙事 嗯 因为首先我觉得画的感人的点在于不同人种 不同语言的人 看到他之后像音乐一样美术一样 艺术就是如此 它能引起人的内心的共鸣 我其实一直在追求让 可以说是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孩子还是老人 都能从我的画里面看出点什么的这个创作理念 那所以可能现在对我来说很难 但是我以后会把它当成一个毕生的任务吧 《闹天宫》这件作品 其实是一个达到史诗级别的大作 像翟莫凡这样的艺术家 在今天来看其实是蛮难得的 而他同时横跨东西 古今都能够融合在一起的这种创作的模式 是一个思想比较深邃的 年轻有为的艺术家 所以他还是挺让我惊艳的 要不自我介绍一下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莫里佳 今年36岁 我学的是国画山水专业 我举办各展有三次 大小群展近百次 现在是北京的荣宝寨的签约艺术家 多点提意见 我就没法提了 你都签约了 这有藏家了吧也是 这个没有 这个我是专门为这个节目画的 哦 听两句 好 听两句 听不听得 你怎么能够听得出来我是说粤语的 听得出来 可能是我口音改不了 我在北京待那么多年都改不了口音 你完全听不出来你在北京待过 而且 没关系 好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 做带这个来参加这个节目呢 因为这是我在这个节目的第一张画 嗯 然后这张画的名字叫赵庆 赵庆是我的广东老家 是一个山水古城 我是在那里长大的 这张画我画的其实是我不同的时间段 在赵庆的回忆 还有就是我对于赵庆的印象 很有岭南画派的影子 对 岭南画派 因为我是在广州美院读书的 广美的那个写声课程是很重视的 水墨写是吗 对 我很喜欢这个 就是从远处看呢 感觉是大气蓬勃 黑白分明 很澎湃的一个 但是一般这样的国画 我就看的会很有压力 那你这个凑近看呢 又觉得很 很舒服 我是在广东读书的 在坐火车进广东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一头扎到一个 一个这样的东西里面去了 就是被彻底的环抱住 满眼都是很浓郁的 有种烟雾缭绕的感觉 就是因应运的 就是你就是被抱住了 进去了 你也出不来到 就泡进去了 我特别想前天讲讲这个塔 这个塔吗 我觉得这个塔很独特的 这个塔是我家乡的一个塔 叫重西塔 它是在一个江边的 第一笔就是这一笔 我这一笔是一笔过的 一直把那个塔的外轮廓画出来 然后画到这里的那个笔的墨色比较淡的 然后趁着这个淡墨 我就把底面的那个细节勾出来 然后当我画完这些之后 我就直接用这个笔蘸一笔水 然后那个水呢 冲过这个线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个线里面的那个墨冲出来 所以就会冲出这样的一个影子 因为传统的写意中国画 它就不需要用太多的墨色去表现 就是其实光一个墨 它就分五色了 胶 浓 重 淡 青 这几个 就是光一个墨色 它就可以画出很多的变化来 这张画它其实是有个气口 就像我这里 我这个印啊 我为什么要盖在这个位置 其实也是有讲究 我其实是为了跟这一片山有衔接 然后留它这个位置作为一个整张画面的气口 近气口 就是这个气氛进来 它可以流通整张画 然后从这里出去 就像我这个名字 我也是签在这个位置 就是留着这个山脚须须的感觉 让那个气出去 这样子画就活了 很舒服 很舒服 确实有这种 就是你进得去出得来 我太喜欢了 因为我对技术是一无所知的 但是能感受到它的独特用心 就会很很很想一直看下去 他需要时间 这个这个画要看很久 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就是因为 像我们这种没有受过绘画训练的人 要去看画展呢 让你点评一幅画 大部分人是不敢脱口而出的嘛 就怕被人批评为不懂啊 把门弄斧啊 但是我们想做这个节目 也是希望让观众朋友们 知道我们看画看艺术 你还是要表达自己的感受的 你还是要被这个美 它只有走到你心里 它才是属于你的美 是这样的蛋哥就是 其实我自己想要表达东西就是 希望它是很简单 很纯粹的一种美 我不希望有特别深奥的观念 就是直冲美而去 不绕弯路不偷进去就 就是雄魂地给你 我非常喜欢 我非常喜欢 谢谢 这不得给 这不得给 这肯定得给啊 给了 非常希望有机会可以邀请 您来我的展位 太感谢了 谢谢 感谢邀请 谢谢 感谢邀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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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一会儿还会有人来 跟您聊聊是 对 第一眼的感受啊 像这个这个 啊狂头 嗯 狂头 狂头对 镜头还浪的感觉 啊 我挺喜欢 他那种激情激情 艺术家没有激情 能画画吗 对 所以说你这种画我觉得 哎 他不求传统 但这里边啊 能看出你的水墨功夫 好 嗯 你好 我也等你好久了 你好 莫老师好 哇 莫老师 哇是文献词的 我就是来那个 呃 那个表白的 哈哈 哈哈 他是我儿时的梦 我们儿时的时候 好多的那种 神话故事啊 小的时候看的那些 都是这种 山水画里面能够看到的 如梦似幻的感觉 他能让我觉得 我好想走进去 我好想走进去 你看大祖又去了 你看大祖又去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还挺懂 人情事故的 听着你啊 哎 刚那个我可没跟你抢 哪个呀 哪个呀 慈山中 慈山中 我不是来抢的 你看我是来表白的 对来聊天 我跟他说了 我跟他说了 我是来表白的 好吧 嗯 守住自己啊 守住自己的心 守住自己的心 不要被他表走啊 不要被他的表白表走啊 很难守住的 很难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还被他表作 哈哈 这是纯享新上市的桂花酒酿 味道很特别 嗯 嗯 桂花的清香 融合了米酿的清甜 何为优长啊 纯享酸奶的每款产品 都是征选食材 匠心打造 和画画一样 酝酿创意 用心去创作 来 用纯享开启我们的创作之旅吧 这我觉得师骨灵蛮聪 他的奏品那个装表就很精准 师骨灵他画的是一张黑色的纸 然后用白色的笔画的吗 他用颜彩画的吗 像他这种从底那么扎实的 玩那么熟练的还也不多 我 哈哈哈哈 清泽清泽你好你好小师 对小师 我叫师骨灵 今年27岁 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 后屡法于勒芒高等美术学院 并且我也是 算是最年轻的美鞋会员了 我觉得你画得很好 谢谢 那我要给你展示一下我小彩蛋 好啊 你站这边来 然后我一个小的设计 你试一下这边按键 哎呦那个有光 哎呦 画中有内容 我试过您那个还带荧光的 这很好真的很好 对 他应该就是特殊材料 就是被光的特殊枪 要打光 对 这是个什么画呢 这是个盐彩 盐彩 对就是用矿物质颜料做的 嗯 画面的话像我蓝色部分 用了蓝铜矿 嗯 然后绿色的地方是实绿 嗯 红色的地方颜值 然后影色的地方是云舞 就是唐卡的那种 对类似于那种 那这个技术上已经是非常完善的 开始自己找风格了 对 太厉害了 他换了很多年 技法上确实是没得跳 哎呀 这个也真的挺好的 我们这次不是有个主题吗 让第一次展览 我假设所谓的测展人 测一个让第一次逛画展的人 看到画展 你这个可能就门槛有点高啊 你知道吧 是有点 这个就 哎呀呀呀呀呀呀 很难受啊 我很难受啊 我很难受啊 很难受啊 哎单从你这儿聊什么啊 要抢了要抢了 哎呀我不管了 我先给你一张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还是觉得万一能成的话就算了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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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啊 好嘞 你当然给了 给了给了给了 好 通过他的讲解 还有他的一些小展示 还是很喜欢的 我觉得是可以放到一个展给的 哈哈哈哈 我觉得美的东西都是有共鸣的 这张画叫 他在从中笑 嗯嗯 这个他其实我当时在制造的时候 被一个小女孩感动了 制造 对 哎我也有这个制造的经验 真的吗 去年我们的滚烫人生里面呢 我们要做不同的职业 要做不同的职业 我 我看到那个了 对 也有很深的体会 你的故事呢 那比如我画面中这些绿色的小点 绿色的小点 对她她的国画技法里叫点台 嗯 对之后点一下 但是她是我跟那边一个小姑娘的一个小故事 几岁啊 那个小女孩大概七岁左右 嗯 她经常就想过来跟我跟我交流 但她汉语不好 跑到我面前 然后眼睛眨巴眨巴的看着我 不会说 然后她只能笑 当有一天突然 她就完整的一句话说出来了 说 老师给你吃这个 好吃 嗯 然后她就黑乎乎的小手 嗯 就打开来 然后一个毛茸茸的跟指甲盖一样大的小果子 嗯嗯 然后我觉得好可疑 黑乎乎的小手绿绿的果子 我就说 啊那我试一下吧 然后到嘴巴里面 就跟柠檬一样 很酸 但过后很回甘 嗯 我就说哇好好吃 就鼓励了一下她 之后我之前看到她就 撅了个小屁股在那个 学校旁边的小山坡上找 其实那地方有很多的荆棘啊什么的 嗯嗯 她的手上就滑到一道道血痕 突然有一天她就 拿了一个矿泉水瓶 装了满满的一罐给我 然后大概有几百个 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嗯 那种纯真的心 她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给我 嗯 然后就我们就那种真心换真心一样 对 生命中的那种不是要很大声的 爆裂的 其实温柔甚至甚微的那种东西 下雪了我就该走了 嗯嗯嗯 然后我就超劲道 去看看那个小女孩到平常到 在哪里踩着东西 嗯嗯 然后走到树林里面 然后突然之间 那个云就散开了 嗯 然后那月光一下散了下来 嗯 眼前真的一片光明 嗯 原来天黑不是天黑 她只是太阳下去了 但月亮起来了 雪了之后那种 她不要你什么 然后你也只能给她们带来知识 但是她们给我带来的那种 对于生命本身的那种 就很难语言形容的 只能画了 非常好对 对 因为其实从第一眼我看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点 暗黑的系列的东西 是是是 可是里面也会很奇怪的 有一种温暖在里面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表达是 比较丰富的 是 我觉得她是一幅蛮有意境的话 她的那个主题 她的那个用意 打动到我的那种 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谢谢你 哦这个 有这边会给吗 我真的赌这边要给了 那我邀请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太好了 天呐 好羡慕啊 两张 谢谢 谢谢 齿林哥 好的 哎呦发现了你再打现了 哈哈哈哈 这个你也发了吗 我也发了 哎哎哎哎哎哎哎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你看看别的 哈哈哈 我觉得我还挺懂人情和事故的 哈哈哈 我拿到李丹和张智霖两张卡 我觉得首先我是被认可了 并且 我会觉得主动权掌握在我手里 其实就是神仙打架子 哎这一轮选的好果断 对 院长选的超广的 他刚 因为他是院长 他选的超级广 我有我的标准 艺术上 这也是跟其他的中华不太一样 你呢是以建筑 好的主体 纳入你的艺术创作当中 这个实际就是一个创新 啊非常好 也就是再造中国画 非常想邀请你的作品 进入我的画展席位 好 谢谢 好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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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整个布局 即是平面又立体 他占有空间的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非常希望你的作品 能在我的展位进行展示 能看得到这里边 这种软硬虚实 结构变化 语言表达还不错 就是让我们感悟到 中国画的影子 能看到中国书法的 伯达定身 我很想要你的作品 进入画展细微 请你加入我的展位 很高兴你的画作 可以推荐在我的展位 可以 谢谢你介绍我的邀请 谢谢 谢谢 画有点功利 他这个就是 把西方的那些油画 用中国的那种 卷轴的那种表现性 时序比较大 就一般画鱼 都是画得很可口 很鲜艳 然后他就故意画得这种 特别真实 然后感觉在他画边上 都能闻到那个 菜市场的味道 新的味道 对 对 我真无法想象这么一个节目会让这个级别的艺术家来参加 很厉害 我喜欢这个 我也问一下他 你们都盯上这幅 勇哥 你那个蒸起来了 怎么出价呢在哪 在聊哪里的海鲜做的最好吃吗 我猜这是黄海的 不是 这是东海的 东海的 我觉得还是红烧 我觉得清真 这个画家我是认识的 真的吗 他还来参加 我不可思议 他很厉害 他已经很多人追捧的 他不是一个新闻 他是一个 成熟的一个 名字 他叫什么名字 游泳 我先问问他吧 我做了 我厉害 请已经与五位策展人交流过的画家礼唱 有请画家 游泳 善浩翔 赛本源入场 加油 经常听到这个名字 而且我之前也看过他的展览 他是一个业界是非常厉害 非常优秀的一位艺术家 他的绘画能力 跟他在市场 或者是在艺术上面的位置 其实大家都已经很明白 所以我非常惊讶 让他学了 游泳是一位画龄有三十多年的专业艺术家 他的老师杨飞云 刘晓冬 何玉红 都是当代画坛赫赫有名的艺术家 所以游泳是师出名门 他签约了中国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当代艺术画廊 唐人当代艺术中心 今年八月他已经在唐人总部办了个展 像他这个年纪又有了这样的成就 还来到这里 真的不敢相信 厉害 今天为什么会带这个那么长的一个作品来 我觉得这张是我挑战过最大的一个尺寸 然后我给他写了一个名字叫写生海错图 海错的意思可能需要解释一下 对 海错是什么 海错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海鲜的一个意思 他是上书里面古代的一个称谓 就是错是错综复杂的那个 不是对错的错 这是好多好多的意思 他还是对一种丰富和富足生活的一种 向往和期待 明白 好棒 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你 你这个应该是木板 木板 一般都是I on canvas 就是在画布上 on board 对on board 那你觉得用木板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是手感 就是布的话呢 它的手感是比较吃进去 吃进去之后 它第二变化的时候 它才会起效果 如果只剩第一变就塑造的那个密度感 就不够 木板有一个好处就是我直接画它的那个 笔感会更好一点 它那个笔触能立得起来 对 所以是因为画不同的题材 还有不同的那个 是 因为这个是要速战速决 每一盘鱼我必须一天画完 就因为画完要给它吃掉 所以就是一天有一天的工作量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六点起床去买菜 大概八点回来开始准备画 一天画下来到五六点天就黑了 把它煮得好 然后再烧起来吃 然后这样一共差不多有二十多天的时间 每天会就画一盆鱼吃一盆鱼 这个不单是一个艺术作品 也是个行为艺术 对 对 很有趣 可是我知道你呢 已经是在那个市场上已经是很有名气 你的画也已经也有很高的价值 那你来了这个节目 你会心里会不会有一种 如果我们的所谓的特长人 不懂事 然后没有好好把你 把你招呼好 然后人家比拼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种落差 那你要这个担心在里面吗 我想象过这个 对 其实我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个艺术家 或者一个画家 我觉得如果画画是为了名利而 考虑那个东西会很不自由 不对的 对 是不自在 我追求的其实是一种自在的一种状态 是 而且这种电视节目是给大家看的 这个为我的创作 其实提供了一个新的语境 语境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所以有时候那个 你说市场的价值 也不会比那个生活体验来得更好 是的 是的 人还是应该活得更自在 更不被这些东西限制 有一个问题很搞笑 他们想我问 其实这个问题 我也在不停反问自己 因为我去过那个披荆奖集的哥哥 然后跟一帮 有年纪的人一起玩 对 然后也蛮尴尬的叫哥哥 因为我都不年轻了 然后今天这个节目叫 绘画的少年天空 那今年你也 我已经三十四岁 那被称为少年 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 首先这个题目肯定不是我记的 但是我觉得 我们可以解释一下 就是我随着岁数的增长 我自己始终觉得自己就二十来岁 我的心里面 是吧 对 你不要告诉我 我现在几岁 对 然后我 对 我体会自己的时候 就是二十八 二十七 你是这样子的 对 我也是觉得 大概就在二十来岁左右 对 我觉得 人可能就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是他身体成长的阶段 一个是他灵魂成长的阶段 对 所以第二个阶段 我们就都是少年 可以 我们也可以学到老 一直成长到老 所以我觉得绘画是一个很好的 伴随人成长 然后通过绘画 能够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本质 能够触摸人心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很好 游泳老师 我觉得他很有自己的一个见解 而且就是 我是一个艺人 我也喜欢用作品来说话 我觉得一副好的作品也是一样 不需要过分的节度 你一看进去就明白那个意思 我觉得很棒这个作品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这里要发了 跳给了 林哥要发了 我知道虽然 刚才李大人告诉我 你们是朋友 你也不一定接受我的邀请 但是我很想 对我们要更多的交流 太好了 谢谢 你考虑一下 对 谢谢你 谢谢 好 给了给了给了 我们这个氛围组 气氛组必须给力 我先让你跟陌生人聊会儿 把这个该介绍的 什么创作理念的什么 先说一说 再过来找你 你说跟他们都聊完了 聊完了 做背景 对都聊过了 咱们再聊点别的 对 你知道吗 正好 是去年这个时候 我知道 我在朋友圈里 都欣赏过你的创作过程 而且对于一个 刚刚从潮汕回来的 我来说 看着太亲切了吧 这里都一大半 我都刚吃完 以后我再换一排吃特 给我当模特 对 然后每个脸都放在缝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聊天氛围就游泳那边最海 因为可能李诞和游泳认识 所以就聊得很开心 那我觉得李诞肯定会给游泳这个邀请卡 哎呀太好了这些 我必须要那个 咱们这对不对 常来常晚的 希望能邀请游泳老师来我的展位 谢谢 没开二度 哇 勇哥都两张卡了 酸吗 二十八就酸吗 酸 你好游泳老师 他妈跟我说你可厉害 谢谢 哎 冰冰姐也过去了 勇哥已经聊了三位助理人了 好强手啊 我猜奶奶和院长会去勇哥那 哎不用咱了 奶奶已经过去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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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好奇啊 就是说 您其实在 这个年龄上 已经算得上是功成名就了 不敢应该 嗯 像您这样一位艺术家 是什么戳中了你 让您来到这里啊 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 因为我大概 听过一个数据 中国的艺术从业人员 在两百万左右 所以他在我们身边 几乎无处不在 但是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创作的过程 他们是如何 思考创作 他们怎么对待这件事 这些人的生活 如何被人去看到 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你要支持 要支持这件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我来到这里 是吧 因为这个节目的本身 它是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怎么去推广一个国民美学 是的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能够 六十个人在一起 那么和谐的 变成像一个创作营 一样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只要我们好好的做 是的 只要我们的作品是强的 只要我们的心是 为整个大众的 我们勇往直前 是的 太好了 谢谢奶奶 谢谢 这个节目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它使多元的观念和文化 多元的主张 在一起有了一个对话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节目 或者通过我们这样的展览 可以让所有的画家都不被埋没 你怎么想着带着这幅画来的呢 但是说里边还要升隕区 这接下来异一下你最近、兰话拍的 我觉得你画的还是不错的 我还喜欢那工头 上面还有�行 我们都认识 都 Estados 都认识 那本家的不同的体品 他要从个人出发到就是 能看看你的什么 所以我想问大家这个节目 希望这句话可以出现在 我的画展里面 如果叻场情况 neutral wzgl wzgl 温過这个园劵 就是有 yap 我觉得就有魅力魅力在这个界里 然后很难 我就觉得我的话不会有人过来 因为我的话是一个比较 植入我关键性的一个东西 它并不是具有很多的看点 李远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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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老师好 你好 请坐 不好意思 我都没有 我也不会 没关系 我们可以聊天 你知道我的状况是 我没有办法邀请您了 我是很喜欢老师 我跟您打个招呼 感觉好喝 好可爱 好可爱 奶奶还是很善良 没票了之后 她每个都会去讲一讲 其实每一位画家都渴望被看见 虽然我没卡了 可我依然想要多去了解 年轻艺术家的作品 让他们有更多机会被看见 我很高兴在这能够认识您 是 是 我们找到彼此 对 共鸣 未来有什么重要的展览 都想一起合作 好的好的 保持联系 有展览我教授您 谢谢奶奶 谢谢奶奶 没有任何展览啊 教学啊 发展的机会 携手往前倾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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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继续加油 会会会会 等到我们所有流程做完了 我们加微信 有 有 有 好 好 能够在这里相识 我们以后永远都要联系 谢谢 加油 保持联系 后会有期 有 抱歉 老师 你好 老师你好 李佑老师 你好 你好 我叫罗智阳 你好 然后请坐好 我是很喜欢戴牙的那种风格 所以我刚开始一直一下就去了 但是这种色彩的碰撞 也是我特别会关注到的 就是在视觉上很有冲击力的 然后呢 这个里面 我很喜欢蓝色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创意 远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雪山 也可以理解成白衣 上面的竹子 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中国风的感觉 我很喜欢中国的静雅的这种美感 你愿意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当然愿意 我的名字叫罗智阳 今年二十四岁 我是业余画手 然后我业余画画了七年了 那你做什么的呢 主意 我本身是模特的 你为什么选他做第一个作品 因为我当时准备画完这幅画 就不再画画了 为什么 就是很现实 因为对于别人而言 美术是热爱或者什么 其实到后面美术 变成了我的一种负担 我做模特其实是为了好挣钱去画画 因为我家庭不是那么的富裕嘛 所以对我需要就是养活自己 我不希望父母为我的梦想买单 我想自己给自己为自己创造就是这个条件 所以我就我就就是去攒钱 然后工作一段时间 然后就画一段时间 我是这样子的 对 就是我没办法负担我热爱的东西了 但是我画上这幅画我那种念头完全打消掉了 是它的结果打消掉了还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打消掉了 过程和结果都有 对 这幅画上我画了竹子 我特别特别希望自己能坚韧 因为以前其实也是在模特圈臣服过的 所以我就觉得我需要坚韧 那我在模特圈能坚韧地走下去 那为什么我画画这件事情不能选择继续走下去呢 我就觉得我热爱它 我想用画画去表达自己 因为我不知道除了画画之外 我还能用什么东西去表达自己 所以就是从这幅画之后开始 我就找准了方向 我就知道我想画什么了 然后我也一直维持自己的梦想 这样子就更多地去画自己的东西 大不了我可以回到家乡继续画画也无所谓 就这样能继续画下去就好了 我就很开心很开心 那你以后不想再做模特了 不想 也不想进军演艺界吗 不想 就想坚定地去画画 是的 我很欣赏你对自己的这个认知 有些人可能一生都没有认知自己 但是我觉得你才24岁就已经对自己很清晰的认知 并且能够很坚定 虽然未来可能会比较艰难 但是你依然还想坚持 我愿意为你的坚持 注一份力 希望我的助力可以让你的坚持持续 然后也希望你可以 坚持地成为一名自己想成为的人 你不要这样你这样我受不了啊 没有没有是我的 西才老师 他这个老公他也值得这一句 你别说你说的我才受不了啊 这样也想上去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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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还是满欣赏他的这种坚持 和对画画这件事情 之中如一的态度 这个其实是最可贵的 我觉得坚持真的是需要勇气 我就愿意把我的卡送给 那些喜欢坚持自己的人 希望你的画作可以出现在我的画展上 你 您好 美女 很高兴认识你 您好 您好 美女 请坐 请坐 谢谢 谢谢 国画肯定画的最好是 山浩翔 真的是厉害人 我叫山浩翔 2021年我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至今我学习国画 已经十年有余 现在是一名职业艺术家 我的作品曾经参加过 16次群展 我带来的作品是中国山水画 名称是三千 它现在是被 山东的大家画廊收藏 您应该猜到我会走到 这幅画这来吧 我大概有一种感觉 对 我发现我特别喜欢 这样的画 对 就是我感觉 冰冰姐 我第一次看您选画的时候 第一张选的是中国画 然后往后又选了特别多中国画 就感觉您是特别喜欢 国画这一路的 对 我选画都是凭感觉 然后凭视觉 我觉得这个画直观上给我的感觉 就是让我心里很舒畅 嗯 它让我有一种奔腾的感觉 奔腾的感觉是不是 对 就是热烈 很奔腾 然后有一种生生不息的那种感觉 对 我觉得这是这个画逐特的魅力 对 我觉得这是这个画逐特的魅力 你怎么是想着要带这幅画来参展的呢 因为我其实想做这方面的宣传者 让大众去认识山水 认识中国画 然后去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但是国画其实 它没有那么的通俗易懂 它其实可能不会被更多的人接受 你说很多人不会喜欢这种画 对 那你为什么不改变一下 去做一些大众喜欢的那种 因为我自己内心有一个坚持的东西 特别困难的时候 有想过转变去迎合一下 但是发现自己做不到 哪怕可能我要再艰苦一些 再经过很长的一段时期 甚至那个漫长我都看不到 可能要失去一些 对 要失去一些 但是最终我还是去继续做这个东西 没有迎合就是大众所喜欢的 或者能给你带来更多利益的 对 还是不想去迎合 画国画是比较难的 国画最怕的是你学得越久 然后你对里面的精神层面的内涵 追寻的越多的时候 反而观众以及大众 接受你的程度就不是那么高 大众一旦欣赏不了 作品换不成米饭的时候 生活就成了问题 大多数学国画的 学到一定程度以后 都会面临这样的状况 就是生活很难继续 理想还要不要继续 画国画在这个时代非常困难 大部分人会被那些 视觉感强的冲击力强的画所吸引 国画也就会被淡忘掉 会逐渐淡出大众的视野 我们新一代的画国画的人 也是会想着去努力的去改变现状 能让更多人接受国画这个东西 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好的画中 是一个可以持续发展下去的 好的东西 最终一个人我觉得他会坚持一生的东西 是他真正热爱的 一个人最终坚持一生的东西 一定是他特别喜欢的 一个人最终坚持一生的东西 而且也是愿意倾注一生的经历去 愿意为此付出的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是还是让我觉得特别的 我尊敬你 由衷的 由衷的尊敬 我特别喜欢那些很有坚持的画家 有的时候我觉得想坚持自己 真的只停留在语言上 如果付出行动的话 它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我愿意鼓励这样的人 院长来了 院长来了 我特别喜欢这张画 你做 你做 太多人想做 画像那一票妥妥的 就是大家对他这幅画的一个评价 竟然没有否定的评价 这个确实不错 这个总体基调 还有绘画语言 还有它的层次 远看惊心动魄 近看奇妙无穷 远看有它的震撼 对 近看有它的细节 这个评价挺好的 他这是什么 在这个巨浪翻滚的里面 和山石 对 它这里边落起来之后 可以缓冲 它静下来了 对 然后想再一次缓起来 这是一个静点 静点 这个就是像你的心一样 要静起来 对 我对你的画也喜欢 我对你的价值观也喜欢 坚持做自己是最棒的 好 谢谢冰冰姐 谢谢冰冰姐 谢谢一下 好 好想 谢谢冰冰姐 可以 非常荣幸 有你的画作 进入我的展队 对 麻烦努力 加油 谢谢 谢谢 没有老师去看赛 赛哥的 他们得亮他一会儿 因为他太牛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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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有点功利 这个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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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坐 哦 赛本元 赛本元加油 大力发展数字会话 我觉得 我觉得赛本元应该是给的 你介绍一下自己吗 可以 我叫赛本元今年二十六岁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 我是艺术管理系的 自最开始学画 二零年我成立了自己的绘画工作室 我平时比较擅长油画 绑画还有数字免劲 你经历了这么多啊 画总 那为什么 又学到艺术管理呢 嗯 嗯 我其实是绑画系的啊 绑画原来是的 但是绑画制作过程 它是比较繁琐的 嗯 我一只手可能完成不了这样的操作 所以后来就转到了艺术管理 明白了 明白了 对 院长你不要紧张 这个我是先天的 就其实它跟我二十多年 我早就习惯了 啊 那不容易 真是不容易 那你这幅属于什么画 这是我用电脑画的 它的绘画逻辑其实跟油画很像 因为我画最多的就是油画 只是我接触了一个这样新的媒介 我会带有原来一些 画油画的那种方式去 重新接触这个媒介认识它 三本圆这张画 我还蛮喜欢的 功力非常深 我觉得孙老师很厉害 他有一个S的这个笔刷 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笔刷 那这个是你爸吗 是的 是的 是我 是的 那个他是什么职业 他是做海产养殖的 海产养殖 对 所以那个时候 我绘画这样一幅画也是因为 我去了他工作的地方 陪他生活了一段时间 我们两个人 很少交集 就是从小到大都是 因为他是工作很忙很忙 而且是在外地 小的时候可能我们一个月见一次面 等我上到大学 一年见不到一次面 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只是 我觉得能跟他单独相处一段时间 我们互相彼此熟悉一些 那那种情感我觉得不用说 两个人之间 尤其是和父亲之间 可能一个眼神就懂 那这个表情是 这个表情 对我来说其实挺陌生的 这张是当时他工作的地方 有朋友来找他 然后他跟朋友聊天 然后就很轻松自如的一个状态 我当时我觉得 原来我爸可能真实的样子是这样的 我捕捉了这个画面 弄绘画的情绪系统下来 不错 不错 我希望 我想到父亲的时候 可能除了他严厉的那一面 他还有温和的那一面 打算你吗 没有 从来没有 就是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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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怕 我从小就是 我谁的话都不听 但是他都不用说话 他动我眼我就会害怕 我觉得很好用 我小的时候也靠我夫妻了 我父亲也是不在了 所以说我是 特别想念我的父亲 等父亲不在的时候 你发现 你自己的 那种精神和灵魂都要没有了 这种状态 父亲不在了 我失去了太多了 那个山没了 没有这种山 你前边是空白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所以你画这幅画挺打动我 谢谢 谢谢 所以就像这个罗忠丽那个父亲一样 他打动了那么多的观众 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劳动人 为了养护家里边 嗯 照顾全家 成为一个家庭的伎俩 他靠什么 责任 就是 他有的时候责任 他有担当 永远对你很严厉 但他是真爱你 是 我能感受到这种情绪 是吧 所以这幅画啊 看得到 那这个你就画得好啊 非常好 再也是也非常专业 啊 也能够看得到啊 我们的啊 在艺术当中 我们的所需所求 嗯 所以呢 也是特别想 呃邀请你到我的展区啊 啊 让你的画啊 进入我的画展席位 啊 所以说啊 能打动观众啊 啊 这就是成功了 好 好 祝贺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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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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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来 谢谢啊 祝贺你 谢谢啊 祝贺你 抱你一下 谢谢 好 祝贺你 没事还是回来坐坐吧 没事还是回来坐坐吧 我跟你刚好吧 我跟你刚好吧 太好了跟我玩 比较好玩 但我估计你这个我也放不到我那个展给清楚了吧 啊 为啥呀 因为我那边现在基本都是公笔画 其实咱这个跟公笔画也算是同家的 起码都是老祖宗传下传下来的东西嘛 你比较专业 你给我解个货 我对版画只有一个认识 我就只知道鲁迅特别喜欢版画 是 他喜欢的是 比如德国的那个科乐绘枝的版画 就是通过鲁迅先生引进到中国的 包括鲁迅先生给那个北大设计的校徽 好像也是通过版画这种形式把它做出来的 我因为我对版画的认识就是这么粗粗浅 啊没有没有 所以我每次看到版画呢我都觉得很有压力 尤其是你这还是个人的这种 我就觉得很很很 他要打我 要骂我 要要很没冷对我 要弄我 但其实我这是一幅正能量作品 是吗 是你长头发的时候 对 啥意思你剪断了你的发剪 剪断了牵挂吧 李老师你觉得我的性格是怎样的一个性格 我觉得你挺内向的 内向 为什么 就感觉你说话挺内向的 有吗 错了吗 我又错了 完了 那我这个好难继续下去了 感觉那什么都没发生 李老师你觉得我的性格是怎样的 一个性格 我觉得你特别外向 这就对应了 就是这么回事是吧 其实我想表达就是 我的这幅作品 它的名字叫做《猎盘》 《猎盘》在中国的成语里面 对应的另一个词叫重生 重生就相当于是 我的成长过程中 摆脱曾经的一些 黑色 不断地塑造一个新的自我的一个过程 他主要表述的是 我在大一的时候 曾经暂停过两年的绘画生涯 在这两年的时间中通过 一些的社会实践活动 获得了一些感悟 并且与曾经我不理解的一些事情 获得和解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是挺好的 但确实不是我的那个 不在我的那个清单里 不在我的那个清单里 理解 我就过来陪你 我就过来陪你一会儿 没事我能跟你要是闹到磕那也好啊 你这就有点社会了 这不是外向的事 我再转一下一下 我再转一下 谢谢你了 握个手嘛 握握握握握 坐 完蛋 因为我非常喜欢李淡老师 李淡老师 在我看来就是那种既有才华 又接地气的一个人 我觉得他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艺术家的 没有 就是李淡老师没有选择的你 没关系 说不定后面还有机会了 对于我来说 来到这个节目就是转 没有 好 我不能承诺任何 我就剩一张卡 我先听个故事好吧 对 半天无方 你先做一件事吧 老师我叫王东去 今年27岁 学习油画已经有19年 毕业于佛罗伦萨美术学院 我一共举办过4次各展 2016年在首尔遇见 2018年在新加坡极简主义 2021年原来是美南 2022年哈罗皮里 哇你这么厉害 唇响酸奶 绘画少年的天空 夏节更精彩 唇响酸奶 绘画少年的天空 现在继续 这里是唇响酸奶 冠名播出的绘画少年的天空 唇响无添加 自然更好喝 绘画少年的天空 成长见证观 心系天下 感谢星期天下 W23W23福利 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 你先做一件事儿吧 老师我叫王东旭 今年27岁 学习油画已经有19年 毕业于佛罗伦萨美术学院 我一共举办过四次个展 2016年在首尔遇见 2018年在新加坡极简主义 2021年原来是美男 2022年Hello PD 你这么厉害 可以 我能感觉到你这个很新 很材味的一个形式 那给讲讲的 我就看不明白了 这幅作品的话 是我的油画系列作品 Hello PD其中的一幅 我主要是表达自我情感叙事 也是当下年轻人的情感 关系的探索 我在讲述之前的话 就是想给老师提两个问题 那我听了 就是从画面的话 可以看到几个人物 这俩呗 小蘑菇和大蘑菇吗 可以 那个 后面还有 这还有胳膊 我没看仔细 这叙叙实实的 就还是给他吧 好 那如果他们两个人物的话 是有怎样的关系 那就是 你妈妈孩子爸爸孩子吧 嗯嗯 嗯 其实这个就是讲述我和家里人的关系的 我的爸爸一开始是认为 做成艺术是没有前途的 嗯 她是很不支持我的 我妈妈她就会经常给我打电话 默默地支持我 哦 所以后面这个是 所以的话后面的话是妈妈 这个是妈妈 她是一个我想用线条来去表达 因为她是一个透明的 是一个隐形的 然后你爹就是昂着高傲的头颅 就根本不看你一眼 是这意思吗 对 这个是隐藏的老师也可以看到了 其实她就是父亲的眼睛 嗯 虽然她是不像妈妈一样 用行动用语言 但是她是用 目光来去默默地支持你 其实她有时候就会 包括朋友圈 她也会默默地给我点个赞 哎你最近在哪里看赞啊 或者之类的 喂 我真是没有想到 这么前卫的一个形式 是这么朴素的一个内容 哈哈 行 好 我真是欣赏不了 因为我还是比较土 看的太少 好吧 我就剩一张卡了 我再转转去好吧 啊 但总没有给了 没有给 认识中国画 然后去领略中卓 传统文化的妹妹 节目里面 让很多人认识 是 描着那个顶的顶 还要虚立 就是这一脚 谢谢 谢谢你介绍我的腰 谢谢 那我希望你的画作 可以出现在我的画像 谢谢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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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 距离邀请结束 还剩五分钟 这边没票 然后又没有导师在的话 就绝望了 那边没有希望了 东旭的小蘑菇 那东旭那个我觉得挺喜欢的 对东旭的很好的其实 金门光很扎实的 我也喜欢那个 那幅画就是给我一种 就是很治愈的感觉 朱琳哥还有票吗 没了 没了 我没有 全给了 了解一下后面 那应该要不要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吧 对我也想了解一下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老师好 你好 东旭太紧张了 东旭 我们要加油 加油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尺寸的话呢 我很喜欢 因为很适合放在家里的 所以有时候我在拍卖会的时候 常常都会碰到这个尺寸的话 特别的好 你这个作品 其他的哥哥也有一些评价 其实都有一些肯定的 评价 你想听什么 肯定的吗 否定的都可以 肯定的是说 油画和油漆比的融合 符合当代艺术的潮流 又抓住了传统的艺术 在融合方面是在进步的 还有一个是肯定的 喜欢 同样是卡通的形象 让我觉得很有年轻人的气质 同时蘑菇上的眼睛 这个啊 好像就被迷人画了一样 让人觉得很新鲜也富有意义 那否定的了 有心理准备吗 会不会受不住 没关系 真的 你自己看 没关系老师你说就好 你看吧 没关系老师你说就好 我不敢说 没关系的 真的没关系 因为没有 因为没有 人终于是 不要得了 他的声音 哎 那个 他觉得 有什么 有什么 怎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颜料会让生命变得更精彩的一种颜料 各位请注意 邀请已结束 好 朋友们 我们已经成功地邀请了一些艺术家 有一些艺术家很抢手 获得了多位策展人的邀请卡 很抢手 接下来就是要让他们进行一个选择 这是优越感我们是继续得到的 我们院长有点特殊情况 因为今天马上要赶飞机 所以我把我的这个投奥权交给李冰冰 由他带我选出一张作品 希望大家通过这个平台 能够更好的展示自己的才艺 谢谢大家 谢谢院长 谢谢 那院长是把权力留给了冰冰姐 接下来就尴尬了这个 有五位考量都是咋感 希望能邀请游泳老师来我的展位 我觉得很棒这个作品 谢谢你 谢谢你 我可以给你一个邀请卡 太好了 谢谢 那我这个邀请卡 我觉得我必须给你 我希望有这个机会 希望有这个机会 谢谢 哎 我不管了 我先给你 邀请你来到我的展位 我还是要给你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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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发一张邀请卡给你 谢谢 智林哥 搞的 你在干什么 没事 我发现了 你俩为什么一直要较劲呢 我俩不是较劲 确实品位很相同 你们打架吧 PK一下 说实话我还挺自信的 游泳是我认识的 对吧 我虎哥 还有那个施骨银 我去给他们卡的时候 他们都反复地暗示我 他虽然有卡了 但他还是会选择我 真的心里没底 自己也没有邀请过画家 跟我一起合作 我不知道他们的想法 会是怎么样 有请第一位画家是 陈朗木 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 这个我必须要跟你拼 这个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好难选 凯寿在我跟志琳哥之间做出选择 其实挺难选的 合作人环节 你可以背对他们 我选志琳哥吧 也没觉得难选啊 我没觉得你难选啊 你给我回去 因为啥回 你回去吧 我让他解释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是想好 第一位坐在我那儿的 很好 谢谢 谢谢 跟李诞老师聊天 很轻松很愉快 嗯 然后但是 谢谢李诞老师 他们都 反复地暗示我 他还是会选择我 诞哥恭喜你啊 拿回去两张了 我问了我自己 我心中要找的那片光 纠结了很久 最后 最后还是 选择落在 志琳哥这儿 哎呀呀呀呀呀呀 哎呀呀呀呀呀 我们一起最广啊 你们是退谁呢 但总这个 我们就说清楚点 他整那些文词 什么过在志琳哥 不好意思 谢谢 但总好受打击啊 没听懂 什么过在志琳哥 但总退回来好多 下一位有请游泳 游泳 太难了 不难不难 快点 咱们的对不对 超开超 希望能邀请游泳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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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答应我 你们是朋友 你也不一定介绍我的邀请 可是我很想你们 对 我们有更多的交流 太好了 他肯定是单子 不然志琳哥说完太强了 我看到了袁勇怡 她看到了袁勇怡 袁勇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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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选袁勇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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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站走我附近请 走走 上市 但 我给你一个 我哪的拥抱吧 楊勇怡 你给我出来 出来 出来 觉得我还挺懂人情事故的 我感觉他们仨 都给了我很强的暗示 他们会选择我 再也不相信他们 可以对战总说点话吗 真的不好意思 战总 真的 下一次吧 下一次 下一位有请苏豪 苏豪 绿色的那个 这是最后一组 在我跟志连哥之间 这套选择李大老区 全新的志连哥 志连哥又能修藏了 好 我选 我选李大老区 全新的志连哥 志连哥又能修藏了 好 我选 我选李大老区 这连哥那个陈树语都没有 直接就报结果 啊 他选李大了 简洁明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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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听过李大的破口秀 他本身作为一个文字创作者 我觉得没准将来 可以跟他碰撞出很有意思的火花 然后特别期待这样的这个意外的 跟他的合作啊 有 伴供表是非常欢心啊 来 恭喜你一下 有请下一位画家是马子晨 加油 马子晨得到的邀请分别来自李院长和李冰冰 黄荣树分别获得了李弹和李院长的邀请 赤宝绿 收到了来自院长和志明哥的邀请 黄荣树 收到了来自院长和志明哥的邀请 马子晨请多出你的选择 冰冰姐 冰冰姐 真是哎呦真是出乎意料的答案 黄荣树 请多出你的选择 我想选的是李 淡老师 嘿 这小孩 他调皮我喜欢 志明哥他说 我们都是敢于追求爱情的人 所以 我要加入有爱情的站队 爱情万岁 冰冰姐今天好忙啊 已经收到三张了 谢谢 都不想再上课了 院长知不知道自己这么悲惨啊 咱们差不多该懂事要懂事啊朋友们 咱们这艺术也是社会的一部分 好吗咱们 院长不在 不会吧 应该是我来 不会吧 不会吧 你们又被特意招吗 哎那院长要招空了 但是我 想跟院长说的是我想选择院长 然后对不起志明哥 没问题 哦 我不信他 代表院长感谢你 谢谢 来让我们有请最后一位 翟莫凡 同时获得了志明哥和陆奶奶的邀请 我其实特别纠结 但是我觉得知音难觅吧 那张老师因为说出了这句 完整比完成更重要 那对我而言 就如同一个钻心的点 对不起陆奶奶 我可能要选择志明哥了 姑奶奶很开心 你满足了姑奶奶的心愿 好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哦 哇 志明哥这组太强了 哦 这一组全是油画的 并且一下就五个了 而且全是学员的 除了冰冰之外 我们其他四个策展人都拥有了 我现在是院长 新的邀请卡 那么 场上稍微暂停一下 我们来商议一下 这些邀请卡怎么发放 大家稍等 好吧 好 哎 哎 哦 哇 怎么发放 都已经发放 都不活了 好 这么刺激的吗 我是心跳了 那就对了 你说这么大的场地 就三十个人 是吧 很浪费的吗 嗯 东区肯定会变 东区 必须是东区 你肯定闻的 没问题 嗯 哎呀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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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点信心 对 对 搞不好 没事 这个东西就是 你要在 关键时候 让自己问一点 我觉得蛋总应该会选我 因为他说他如果 多余的票的话 应该都会 会选择我 他说 好 各位朋友 首先有一位朋友 就是 我当时就犹犹豫豫的 其实我是跟他说了这个话的 我说如果到时候被退了 邀请卡 那这个卡就是给你了 是家型 那个有牵手观音的那个咖啡馆 那个有牵手观音的那个咖啡馆 谢谢倪佳希 谢谢 谢谢 预言家倒了 舒服了 倒了 还有一个朋友就是那个弟儿 一个号 刘亚诚 亚诚 恭喜 应该 最续的 对 谢谢丹总 谢谢你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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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有一位就是那位画版画的朋友 对 就是你 对 谢谢你丹老师 拿来吧你 上了 刚才说的拿来吧你 你的话一多这个梗就开始破碎 你知道吗 我这里呢 由于人缘确实不太好 我居然还有两张邀请卡 两张 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话说出来得罪不得罪大家 因为我在整个挑选的过程中呢就可能是跟各位聊天最少的 我一般都是喜欢哪个聊完了我就发个卡就撤了 所以我对各位的了解很有限啊 所以我剩下这两张邀请卡就送给奶奶让她来跟你们交流 好吧 哇 蛋哥太棒了 谢谢各位 拜拜 确实也是奶奶跟她们聊得最多 对她们最了解 可能我这个展位少了两个 但是对我们这个节目来说肯定是遗憾会少一些嘛 奶奶和你聊过吗 嗯 那应该不是 平常性 陆老师肯定能选你的 对 真的 亲爱的各位小朋友 这只是一个开始不是结束 对吧 对 所以我们要不离不弃走向未来 所以我第一个要宣布的一位 丁绿洲 我喜欢的李欢老师 我支持的彭佳元 那我手上呢有两张邀请卡 第一位我选择是任如新 还有最后一张我想邀请公虚 哥怎么办 他不是还有一张吗 没有了 他自己的呢 没有了 谢谢 谢谢 我再给我女朋友说我明天可以回家了 等着等着先别慌 亲爱的同学们 我手上还有三张卡 这是李院长委托我帮他宣布的 他最后的争选结果 家县议诊的作者李亨利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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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先 滑一滑 滑一滑 还有一位是 再见黑曼巴的黄胜帆 哇 哇哦 哦哦哦 哦哦 你又回不了家 没 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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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位是 啊 啊 还有一位是 少年的作者王东旭 这怎么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我都哭了 恭喜你 谢谢老师 谢谢院长 谢谢院长 对对对 谢谢院长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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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啊 啊 这 当念出我名字的时候 真的特别激动 我也感觉在 天空画展当中 还有机会可以展出我的作品 我还有希望 感谢李宾宾老师 还有院长 对我的作品的认可 吃饭吃饭 给我们吃饭 开心 真是的 好了 李院长最后的选择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恭喜你们 谢谢 谢谢 绘画之城第二展的邀请 冥冥之中 以策展人之名为创作主题 这个题目真的是让人出乎意料的 看吗 五位策展人 从自己的组中 邀请到六位画家 加入到本次的画展席位 五六三十 太残酷了 我是十二 惨犯 哦 满了满了 忍痛割爱奶奶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担走你都不用纠结 我特别觉得这幅画是给我的 我就是喜欢这种狂 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在里面 请精英画家上场读画 我还是希望他回去采缝纫机吧 都非常适合去当儿童绘画大赛的评委 哦 认识 认真的吗 打着艺术与科技幌子做作品的人 太过于强调低科技低艺术 您刚才已经说了 这就是一个家具展的作品 您凭什么来断定呢 您以什么来断定它是科技的 求命 节目主 我要启动那个机制 上压力了 我不懂策展了 我不想录了 纯响酸奶 绘画少年的天空 下节更精彩 纯响酸奶 绘画少年的天空 现在继续 绘画少年的天空 每周五22点 无南卫视 芒果TV 双平台独播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芒果TV 会员尊享 绘画少年营业中 会员plus版等超多衍生节目 中文字幕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